接下來看到花蓮設計中心 累積三年的年度研究成果 10月份以花蓮人食花蓮財為主題 在花蓮限定古蹟花蓮港 山林事業所盛大開展 每週末還有品牌形象店的體驗 開放民眾和遊客 親身感受花蓮財的獨特魅力 魚 然後棒殼類 海膽 這些是他做的材料 花蓮設計中心在今年如火如荼 進行十種地方海陸生物材料實驗與設計開發 並以往年截然不同的角度切入 以當代首飾與人物穿戴型物件的創造為題 10月份在花蓮港山林事業所中 結合土壤植物成果 打造成示範型品牌形象店 進行聯合展出 其實我們這一次所運用到的材料 不論從採集端到材料處理端 都有跟很多的地方居民合作 那這些東西並不是我們交給他們的 而是在他們的這個族群生活文化當中 本來就存在超過是百年甚至是千年的智慧 所以我們運用到的東西 它背後隱藏了非常多的訊息 它不單單是花蓮設計中心所做出來的成果 而是我們如何跟地方的人們生活緊密結合 在運用地方的生活智慧 從無形文化資產到有形文化資產 都運用在這個所有的創造的環節裡面 花蓮設計中心累積三年的年度研究成果 全部濃縮在這次的展覽當中 每週還有品牌形象店體驗 開放民眾與遊客 親身感受花蓮財的獨特魅力 世界上現在最重要的 除了迎接銀法風暴以外 其實文化的非文化物質遺產 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幾年文化局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它不斷的不斷的在汲取很多花蓮 很特有的元素不可取代謝 所以但是有時候鼓掌滿名 許高賀寡 但是我很感謝文化局 以及我們很多的藝文人士 能夠堅持下來 我們是不是給文化局掌聲一下 這項展期從即日起 一直到10月31號 開放時間為上午11點至晚上7點 而週一則是公休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把握機會 前往花蓮市京華街6號 花蓮港三菱事業所中參觀欣賞 記者 許麗晴 花蓮市報導